11月4日 泰国商会 泰国工业联盟及泰国银行委员会联合召开董事会会议 泰国总商会和泰国贸易院主席易莎拉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的主要内容有 1. 宣布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·谢里夫将于11月7日至18日访泰 即使双方将商讨两国在能源、食品、纺织、软件、饰品、汽车、建材等领域的合作事宜 2. 泰国总商会及贸易院将于11月29日在宋卡府召开 推动南部五府经济发展会议 3. 泰国总商会及贸易院计划于2014年和欧洲四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4. 农产品方面 泰国总商会和泰国贸易院主席易莎拉在会上表示 希望相关部门要加强合作 扩大甘蔗、牧薯、玉米等农副产品的生产规模 提高产品质量 5. 橡胶业方面 泰国政府今后要加紧培养更多专业技术人员 会议还就特赦法案所引发的抗疫风波表示的担忧 认为泰国目前的政治气氛十分紧张 恐将给泰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 希望各方尽快找到解决危机的出路 东盟卫视MGTV记者和教方张大威曼谷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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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